因为中国跟德国签订了一个矿业 就是矿产 矿业合作协定 实际上就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合作协定 德国派了两个顾问来 一个是塞克特将军 这是做过德国的参谋总长 是德国的陆军之父 另外一个是法肯豪森将军 他做过德国的陆军官校的校长 他们来到中国 那么这两位你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个民间的合作 这绝对是政府最高层的合作 那塞克特将军 很快的对我们的军事 做了一些建议 但是他身体不好 他在1935年回到德国 那么没有多久就过世了 他的副手法肯豪森将军 就留在中国 一直到1938年底 才回到德国 那是因为希特勒在德国要起事 法肯豪森将军对我们抗战的战略 战术贡献极多极大 所以法肯豪森将军回到德国之后 在二战期间 他是德国驻比利时的总督 这个这种职务在二战结束之后 纽伦堡大神里面 他绝对是这个一级战犯 但是唯有他逃过一死 为什么 因为蒋委员长亲自清函 这个盟军最高的总部 那么救他一命 因为他对我们中国有非常深的贡献 随着日记的出现 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故事都出来 中国大陆最有名的研究蒋介石先生的专家 叫杨天石教授 他在日记开放以后 我就因为每个人来看日记都有他想看 我就问杨先生 我说杨老师你想看 他说我就想看法肯豪森 蒋先生怎么看他 为什么法肯豪森未死 那么这个日记就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法肯豪森很早 在1935年初他就讲 我们将来如果要打仗 我们要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的主战场 以四川作为最后的根据地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各位千万别忘了 国民政府当时根本管不了四川 也进不了四川 收回四川之后 积极的整军备战 德国的军事顾问 给我们订定的陆军法典 开始训兵练兵 这个时候开始严离兵役法 同时他派宋子文 孔乡心 蒋庭府 陈一等等 到欧美各国去寻找外交的支援 并且积极从事建设 新生活运动 他在1936年他说 我还需要三年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训练六十个师 中央军六十个德国训练 装备德国的武器的德谢师 所以训练六十个师 他说三年之内再给我三年 如果倭寇不能灭亡中国 则何唤其强迫 然此时尚不可 不迎人眼 那么拿回了四川之后 其实国民政府内部的这个备战 已经积极的在做了 1935年8月20号 法肯豪森将军提呈了一个 应付时局的对策 建议书 这个文件是在我们的这个军中的档案里面 一公认就是对我们抗战的战略的严厉 是一个基础的性的档案 很重要 法肯豪森将军早期来过中国 所以他是了解中国的 所以他讲 中国如果决心抗战 那是长期抗战 中途绝不能退缩 靠的是什么 不是靠国力 不是靠兵力 是靠的意志 靠的决心跟意志 法肯豪森将特别讲 人民的意志非常重要 但是领袖的意志尤为重要 第二个 在冶略用兵上应采取首饰 且在内线 就是要退到里面 第三个 用持久战 消耗战 拖住日本 那么等待情势的变化 那么所以呢 1936年的时候 这个 十月底召开一个洛阳会议 我们都知道 蒋公的生日是十月三十一号 所以那一天呢 是名为必授 实际上是召开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 所以陈陈呢 他们都到洛阳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确定了这个持久战 而且如何打这个战 当时呢都已经有了基础了